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为住在那里 是很好 他有欢迎 他在半岸园附近住 因为老旧机组 世界上很多案例都是在发生 那委员非常的害怕 他们都不接受委员的建议 还要继续以活养力 实在是说不过去 其实2025的飞和教育计划 本来就不是一个突然出现 一个非常急躁要进行的计划 他就是这些机组按照 规定按照计划上的40年 达到处义的时间 然后就不要再给予运作 非常多人就举例说 这跟老车行照实验到了 我们可以再去 我们再去换行照 拿这样子来做比喻 但是我想核能机组 跟汽车的风险 两者是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核电所在地的人 我们的生存安全 跟我们生存的恐惧 是由别地方的人来决定吗 这次公投里面 居民的声音绝对不应该被忽略 更不应该被曲解 那面对一个礼拜之后的16号公投 核电厂周边居民面对的是说 本来就要处理的核电厂 可能会因此继续的使用 但他们的声音可能因为 他们并不是处于网络世代 或是他们比较年长的人 对这个永和的社群 他们在网络上串联的 这一个过程不太了解 那他们甚至很多人 是本来根本不清楚 为什么会跑出这个全国性的公投 来决定核电 这个是不是继续演绎 从风投开始 在讨论提案 联署的过程中 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多不理性的 非常多 把人民视为无知的 甚至视为粪土 霸凌从老到小 这样的言论 在我们整个网络 在居民间都看得见 在我们发布第一篇居民的采访之后 我们瞬间的在不久的时间 就接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流言 那超乎我们想象 那个触及率就突然飙升 然后呢 其中有很多的流言者 是投贴使用乙和养绿 这一个投贴的人 那许多的评论 是非常的有恶意的 譬如说 这上面有评论 金山的居民李高大哥说 他年纪已过75岁 可见呢 住在核电厂旁边 头好壮壮身体好 还说 原来浮测是很多好处的 好处多多 这样子轻巧地 调弄这些与核电厂共处 数十年的居民新增 无视呢 核电厂在当地造成的变迁 还有居民他们 事实上面对的风险 看到这些恶意的言论 我们也有加以就是 反驳或是 请他们理性的沟通 那我们同时呢 也联络了我们之前 已经访问的几位居民 告诉他们这个情形 那其中一些 他们看到这些 这个情形 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觉得这样子 压力太过庞大 然后他们怕他们 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所以他们本来 采访好的稿子 也就不愿意曝光 我们人类在 这近世纪里面 因为人类追求 经济的发展 我们是否在人类活动中 已经破坏了 很多东西 包括 我们世世代代 以后生存的环境 跟生命 我们知道 燃料棒 进去反应炉发电 三五年之后 我们的子孙要照顾他 十万年百万年 难道 这样的议题 可以拿出来公投吗 我们可以决定 万代子孙的权益吗